明星过飞机安检,王子文不摘帽子眼镜,林更新嬉皮笑脸,他最省心艺人因其关注度都远高于平常人,所以一般不能像平常人一样生活,他们时时刻刻都要受到人们的监督, 尤其是在一些公共场所,艺人们尤其注意言谈举止,向艺人参加活动需要坐飞机,机场作为一个公共场所,人流非常大,明星来到这样的地方,尤其要注意自己的各种行为,当明星们过安检的时候,更是要和安检人员亲密接触,很多艺人对此行为也都表现得很亲切,面容也十分亲和,但是也有一些明星面落无奈,有一丝不轻微,下面就带大家看几位明星的表现, 陈伟廷一般带给大家的感觉,就是带人非常有风度,这一点不管是在电视角色里,还是日常生活,都是这样的,但是,他在一次过安检的时候,却一反常态面对安检人员的工作,表现得更多的是无奈和一脸的不情愿,好像有什么难言之言的样子, 王子文把小小塑造的自然鼻针,这使他拥有了很多影迷,之后拍戏的资源也越来越好,他在过安检的时候,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,那就是他过安检的时候,是不会摘要他的帽子和眼镜的,这一点貌似安检人员都已经知道了,所以一般也不会对他强制要求,安检也就马马呼呼应付一下, 吴以凡特别喜欢打篮球,而且技术也很不错,因为这个还练好了一身的肌肉,不安检时被工作人员例行植物,也是不怕的,反正一身都是肌肉,作为王思聪的死港临更新,自带斗皮属性,走到哪里都能让人哈哈大笑,每次更新过安检的时候,不仅待人很亲切。